女人一边生孩子一边跟男医生吵架 他质问医生 你一个小时前就跟我说孩子快出来了 可到现在怎么还没出来 话音刚落儿子就出生了 这个叫真慧的女人是一名囚犯 根据他们国家当时的法规 儿子明宇可以跟他在监狱里生活到一岁半 和真慧同一间牢房还有三个女人 年纪最大的白发奶奶年轻时 开车撞死了丈夫和情妇 小胖妹以前是职业摔跤手 用力过猛屋杀了贪钱的黑心教练 卷发女人为了双胞胎女儿借高利贷 因为总受到威胁做出了犯法的事 真慧则是因为受到丈夫的家暴 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反击时误杀了丈夫 他们本来只能背负着自己犯下的罪过 在铁窗内挨过人生的漫漫长路 但是小明宇的到来 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光亮 在明宇一岁生日这天 到了抓州的时候 大人们纷纷嚷着 抓铅笔 抓绳子 抓钱 可小明宇竟然抓了一副手铐 估计只有在监狱这种地方抓州 才会有这么特殊的物品存在 年轻的女预警本来只是为了凑数 没想到偏偏被明宇抓到 场面突然变得非常尴尬 白发奶奶赶紧出来救急 说小明宇以后可能是个大法官 这才化解了尴尬 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这是多么幸福而又特殊的全家福 这天房间来了一位新成员 一个始终板着脸的短发妹 她心里怀揣着巨大的伤痛 从小被继父虐待 长大后遭到继父强奸 挣扎时失手杀了继父 亲生母亲不仅不心疼她 反而怪她杀了继父 这是她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这是小明宇来找新阿姨 她心疼地用小手抱住了短发妹 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天真可爱的孩子 已经给了她心灵的安慰 小明宇像天使一样温暖着这里每一个人 但是还有半年她就要离开监狱了 真会想找个机会和儿子一起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享受最后的天伦之乐 可这个想法对于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母亲来说 实在有些天方夜谭 这天一个合唱团来监狱演出 真会得到启发灵光一线 她问监狱长 如果自己也成功组建一个合唱团 可否申请一个特赦的奖励 带儿子出去玩一天呢 善解人意的监狱长思考片刻后爽快地答应了 真会找到白发奶奶做总指挥 合唱团很快搭建起来 在白发奶奶的带领下真的成功了 他们的第一次表演获得了满场掌声 真会也如愿得到了带儿子出去玩一天的特赦 但是玉瑾却遗憾地告诉她 特赦的那一天儿子也将正式离开监狱被领养人接走 他是监狱里最小的一名囚犯 因为出生在监狱 可以跟母亲在这里生活到一岁半 但是今天他就要出狱到新家庭去了 母亲真会依不舍地跟儿子告别 看到儿子被新妈妈抱着他痛苦的难以割舍 回到监狱后真会就一病不起 白发奶奶鼓励她打起精神来 把注意力放在合唱团 失去儿子的伤口一定会慢慢愈合 监狱里的合唱团是真会一手操持起来的 但是最初建立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白发奶奶以前是音乐大学里的教授 是做合唱团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但是当真会第一次来找她时 却一口拒绝了 她觉得自己杀了人罪孽深重不配再碰音乐 看到整日郁郁寡欢的短发妹 她突然想到或许可以用音乐治愈这些残破的心灵 同时也是用另一种方法来救赎自己 最后白发奶奶在欢呼中成为合唱团的指挥 合唱团还差一个女高音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这天真会再回房间时 意外听到旁边传来动听的歌声 循着声音找去真会发现唱歌的正是短发妹 原来短发妹以前也是学音乐的 白发奶奶来找短发妹加入合唱团 不出所料短发妹拒绝了 还出烟不驯说白发奶奶不好好等死 成天瞎折腾什么 气得白发奶奶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这天短发妹在楼上看到母亲失望离去的凄凉背影 她内心深处柔软的地方终于被触动 本性的善良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来找白发奶奶道歉并加入了合唱团 她的歌声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掌声 真会是个五音不全的人 她一唱歌儿子就哭已经被大家无数次吐槽过 为了让真会发出标准的声调 短发妹亲自上手帮助她 合唱团的第一次表演就获得了包括监狱长在内所有人的肯定 四年后她们还被邀请去首尔演出 但是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 一位贵妇自己不小心弄丢了戒指 保安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怪罪到这些女球身上 以她们的过去判定她们的现在 她们被要求脱衣服搜身 还被取消演出 关键时刻监狱长出现 义正言辞地为她们夺回尊严 她们终于站上了表演的舞台 这一刻她们用歌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即便刚刚被打上歧视的标签 但她们依然淡定从容 演出结束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就在台上台下感动的热泪盈眶时 灯光突然暗下 一群孩子走上舞台和大家一起唱歌 真会通过手上的指认出旁边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刻她悲喜交加 演出结束后 真会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她只是请求抱一抱自己的儿子 享受这片刻的幸福 虽然四年后小明鱼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但真会得到了养母给她的成长相册 这是时间给她最好的礼物 女人一脚油门撞死了丈夫和她的情缘 因为丈夫趁她出差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 她带着孩子回来正巧碰到这一幕 怒火让她失去了理智 也让她因此被判死刑 那时正巧赶上国家废除死刑 女人就一直待在监狱里直到满头白发 因为曾经是一名教授 监狱里这位白发奶奶 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 她像母亲一样照顾着身边的小辈们 真会离开儿子痛不欲生 她安慰鼓励真会坚强地振作起来 短发妹因为过去的阴影始终打不开心结 她把短发妹像女儿一样抱在怀里 她是大家的妈妈 却唯独在自己女儿面前永远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白发奶奶给女儿写了很多信 但是都得不到回复 看到别人收到信誓开心的样子 她只能失望而又羡慕地看着 她鼓足勇气给女儿打电话 但女儿说你打错了就挂掉了电话 她又联系到女婿 女婿虽然带着女儿来了 但是女儿很冷漠地告诉她 自己身为一个杀人犯的女儿过得非常痛苦 让母亲以后不要再联系自己 女儿甚至诅咒母亲 希望她像在地狱里一样痛苦地活着 这样的画像一把尖刀刺进母亲心里 她只能绝望地看着女儿离开 只有合唱团能让白发奶奶找到自己的价值 她带领大家唱歌 用音乐就熟着大家也就熟着自己 刚开始草台班子里的这些女人 一言不合就用拳头解决问题 白发奶奶告诉大家 要好好唱歌就要打开心扉 这是一次成功的团建活动 每个人打开心扉诉说着自己来这里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个残破的心灵 白发奶奶带领大家在音乐中重拾生活的信心 大家变得团结友爱 但是就在合唱团在首尔的演出顺利结束后 国家恢复了死刑 知道这个消息女儿终于同意让母亲回家见最后一面 一进门女儿就抱住了她 此时白发奶奶还不知道自己要离开了 虽然不知道女儿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但她还是为终于等到母女和解而高兴 她接受了儿女的跪拜 可惜他们的团聚来得太晚又太短暂了 晚上女儿握住母亲苍老的手 对她依依不舍 母女怜心 再大的怨恨在死亡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女儿独自在卫生间伤心痛哭 回到监狱后 大家兴奋地祝贺白发奶奶一家团聚 这时玉井一脸凝重地来让白发奶奶出去 大家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白发奶奶心里大概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从容地站起身准备出去 真会拦住了她 她却坦然地安慰真会 走出门的一刹那 大家唱起了歌 哭声与歌声混成一片 大家眼含热泪最后送别自己的母亲 影片结束在白发奶奶回眸的脸庞上 虽然这个结局无法改变 但她留给大家的爱却会一直存在